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古到今 经历的最疯狂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 最最最疯狂的时候 一个是秦始皇 刚刚统一六国 天下都在暴秦的压制之下 这种思想的自由 文化的自由 由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下来的那些自由的传统一下子都丢失了 然后这种压制 这种压迫 让人们变得疯狂 这种内心的疯狂 还有一段是在魏晋时期 曹氏家族被司马家族给干掉了 司马家族 司马家族的人呢 为了统治这些文人 因为这些文人都是同情和偏向这个曹家的 司马家族的呢 就对这些文人痛下杀手 动不动找个罪 找个罪名 把这些文人给干掉 于是那个时期的文人们都开始 有的呢 就归隐山林 孝聚山林 比如说那个 算不上孝聚山林啊 说归隐山林 比如说竹林七贤 对吧 那火人 有的呢 就这个装疯卖傻 有的人呢 就放荡骆驼 有的人呢 就沉迷于 吸食一些五十散这样的毒品之中 想说快乐 但不算毒品啊 算一种兴奋剂 或者有的人呢 就 谈玄学 说的都天马行空的 很玄乎啊 聊一聊这个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什么的啊 现在都讨论不清楚 那他们问的是世界是由能量构成的 还是由物质构成的 当然他们不是这么说的啊 他们说世界是由有构成的 还是是由无构成的 是无中生的有 还是有有进一步的变化 他们就讨论这么些问题 他们哪讨论的清楚啊 然后呢 还有他们讨论一些没有什么答案的问题 什么声音到底有没有喜怒哀乐 比如说你听见了声音 你感到哀伤 比如听见哭声感到哀伤 是这声音带携带着哀伤 到了你的身体里 让你感到了哀伤 还是说这个声音本来就没有哀伤和喜悦的分别 如果你听到了 使你产生了哀伤 太牛了这问题讨论的对吧 就好比是你给我发过来了一段动画 动画片啊 然后我接收了 在QQ上你给我传过来 我接收了 我看这段动画 还是说你只是给我发了个网址 我一点我就看到了那个动画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吧 他们就讨论这些问题 你说这 这叫玄学 还有这个清初的大新文字域的时候 那么也很疯狂 但咱们以前说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很疯狂 是吧 那也是个疯狂的时期 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个疯人院的话 刚刚说的这几个时期 绝对对患者是满员的 全国都都在患病 一个如此大的疯人院 我们今天呢就讲的是 这个奇妙的时期的文学作品 简单的把它梳理一下 叫做两汉未尽文学汇总 那第一部分汉代 一部分诗歌 诗歌最有名的就是 汉代的乐府 汉乐府 宋代的郭茂茜 收集了很多乐府诗 编了一部名叫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里面有 现在流传的大多数的汉乐府诗 里面就有很多名片 比如说木兰诗 比如说孔雀东南非 木兰诗呢 显然也是 一首北朝明歌 是南北朝的时候 拓跋涛 拓跋涛 拓跋红 拓跋涛 应该是拓跋涛那时候 北朝的北魏 皇帝叫拓跋涛 在拓跋涛统治的时期呢 有一个女孩 姓花 名叫花木兰 替父从军的真神 这是历史上真实出现的 除了他以外 南朝 还有一个女子 女扮男装 当了文官 当的还很大 那个也很有名 叫李波小妹 一文一武 都是女扮男装 北朝明歌呢 一般都 大气恢弘 你看这花木兰 他生活那个年代 多惨呀 穷兵独武的 北朝和南朝 打仗 成年男子全死光了 花木兰的老爸 是个普通的糟老头 都已经 结果 没办法 征兵 征走了 只要是成年男性 一律征走 花木兰 觉得他老爸 挺可怜的 那么老了 还被征兵去打仗 就女扮男装 本来自己长得也挺爷们的 花木兰 长得挺爷们的 比较难看 他要是长得特别秀琴 西施那模样 你想女扮男装 也女扮男装不了 对吧 别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他本来长得就有点爷们 我去吧 大家知道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假小子 就有的女孩 她穿着打扮 说话声音 头发 就像假小子 这种很多 花木兰绝对是那个 那个型的 你说要是一个特别温柔的淑女 就那样的 那你女扮男装一下就被发现了 是吧 那 他就替赴从军 然后呢 履历战功 后来 这个 要封官 论功行赏的时候 他就说出了真实的 自己的身份 然后就 朝廷也没有责怪他 然后他就回老家了 没有被赏 回老家了 然后根据这个真事 就写出了这首 被超名歌 叫木兰诗 又叫木兰词 然后孔雀东南飞 也是一首著名的长诗 是中国古代 最长的一首诗 它有一千八百多个字 写的是一个公务员 那个时候的公务员 叫焦仲青 他的太太呢 叫刘兰芝 就是他老婆 跟他妈 焦仲青的老婆 跟焦仲青的妈妈 两个人不太和睦 焦仲青的妈妈 就看不惯这女孩 要求焦仲青 把这女孩给修了 娘 到底什么事 要让兰芝总看 娘要你 把她修掉 你说什么 不修掉 焦仲青断拿 娘 修她 这会要兰芝的命啊 那就不怕要了娘的命 娘这也会要儿的命啊 娘 不能这样啊 你少太快 要再给你去一个好 娘 若让儿修了兰芝 儿宁愿终身不娶 结果焦仲青不肯 跪在地上求他妈妈 他妈妈也不行 说不行 必须得修了 那作为一个男孩子 必须得听妈妈的话 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百善孝为贤 一切都得听老爸老妈的 你去看看传统的24孝 传统24孝 你看看那24个故事 你就知道了 老妈 老爸老妈 哪怕是侮辱你 错怪你 殴打你 你都得 好好的受着 你都得接受 你看了 看了那些故事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焦仲青没有办法 就只好听了他老妈的话 把刘兰芝暂时修掉了 说 我什么都能承受 我明白了 结果刘兰芝回去以后 刘兰芝的家人 就张罗着 把刘兰芝打算要嫁给 太守的五儿子 因为太守的五儿子 正好向他求婚了 妹妹啊 那个李公子是温文尔雅 风度翩翩呢 什么高冰晨啊 什么县令家三公子啊 能跟他比吗 见到他都得退避翻射 那福气是太守啊 妹妹 你能盘射这样的人家 那是你的福气啊 也是咱们刘兰芝的福气啊 咱们刘家总算是可以抬头了 你怎么仔细眼啊 结果刘兰芝没有办法就答应了 叫仲青回来 听说刘兰芝答应了 把刘兰芝给气了 把刘兰芝给约出来 结果两个人商量 就自杀算了 双双殉情自杀 结果在新婚那天 刘兰芝就自杀了 叫仲青也在自家的小院里 拴了个身就自杀了 拴了 就把自己给吊死了 然后两家觉得这两个孩子挺可怜 把他们合葬在一处 在现在陕西的华山脚下 华山脚下 然后就把两个孩子给埋了 结果不久那两棵 坟上长出两棵梧桐树 树上还有一对 这个不知道名作的鸟 经常飞来 一公一母的 挺好的 大家看他俩就像水里那种鸳鸯一样 一公一母 于是把那种鸟叫鸳鸯鸟 叫鸳鸯鸯鸟 然后这就是 焦仲青和刘兰芝的 孔雀东南飞 这个故事 这首诗跟孔雀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这题目叫孔雀东南飞 里面经常说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经常来一些这样的句子 就是这叫起星 要写正事之前 先说说别的 叫起星 那么这个汉乐符里面呢 还有两首也很有名 一首叫做 项羽的该下歌 还有一首是 刘邦的大风歌 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息 云飞扬 就那首歌 非常牛的 就那首诗 你看这人吧 荆轲 大家知道 他的代表作是什么 溢水歌 风潇潇兮 溢水寒 壮世一去兮 不复还 没了 牛不牛 就是说 这种 中国古代这种 很有名的这些人 他不是文人 但是他们有作品流传于世 传世的作品 项羽的是 该下歌 他在该下 该下是 古战场被包围了 他石面埋伏 被韩信部的兵给团团围住了 他知道自己要完了 他写了一首说 立拔山兮 气盖世 力气大的能把山给拔起来 我的气魄能够征服整个世界 实不立息 追不适 追 是他的那批名马 对不对 中国古代名马之一啊 四大名马之一 说 石不立息 就是时机不太好 我的 这个马都不跑了 看来发动机出故事 反正不跑了 我都 乌追都不跑了 追不适息 可奈何 哎呀 这马都不跑了 我该怎么办呀 鱼兮鱼兮 奈若何 鱼姬呀 鱼姬知道吗 霸王别姬 那个叫鱼姬 明白吗 鱼姬 向羽 楚霸王嘛 西楚霸王 要离别这个这个这个 鱼姬 然后就叫霸王别姬 鱼兮鱼兮鱼兮何 鱼姬呀 我该把你怎么样啊 我该将你如何呀 叫霸王别姬 后来鱼姬就自杀了 大家知道了 自杀了 然后大风哥 是刘邦写的 刘邦的啊 他在宴席上 积注高歌 因为他当时 虽然当上了皇帝 但是边疆不稳定 到处都有兵患 他很害怕 他的江山坐不稳 他就积注慷慨而歌 边敲那个柱 那种乐器 便慷慨悲歌 大风起起云飞扬 威家海内戏归故乡 安德蒙世戏 守死方 这三句没了 还是很能看出气魄来的 一代一代天 还是很能看出他的这个气魄来的 你想咱们要写点东西 能有这种气魄吗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人家几句就感觉 非常的辽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叫古诗十九首 这是汉末的文人杂识 汉朝末年的文人 写的一些杂识 就比较散乱的 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不深 只会就把他们使劲揉在了一起 叫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里的星星重行行 星星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语里 各在天以牙 道路足且长 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 月鸟朝南之 相去日已远 一代日已缓 拂云必白日 有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 弃捐物负道 努力加餐饭 这就是行行重行行 大概意思跟你们说一说 就说 行行重行行 就是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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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重行行就是又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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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与君生别离 跟你就生离死别了啊 跟你 跟丈夫啊 生离死别了 这是个女子口吻 相去万语里 各在天涯 道路足且长 会面安可知 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不知道 胡马依北风 月鸟朝南之 这是里面最经典的一句 这句得知道 胡就是少数民族的灭城 胡马就是北方的马 北方的马 在北风 因为冬天吹的都是北风 北方的胡马 在冬天北风吹过来的时候 就会把身体靠向北边 意思就是连北方的胡马 因为思念自己的家乡 风吹过来的时候 都会把身子往北边靠 其实废话天下所有的马都是那样的 风雨吹 吹得脑袋有点冷 就屁股掉过去 是这样的肯定的 叫胡马 月鸟朝南之 南方越国那个地方的月鸟 在盖朝的时候 总要把朝搭在南边的枝头上 因为它是南边的鸟 废话天下 所有的鸟都是那么猪朝的 因为搭在南边 取暖比较好 采光比较好 比较暖和干燥 所以它就只是 它就说得很牵强 但这却是千古名句 这叫胡马一北风 月鸟朝南之 然后说 相去日已远 日一代日一还 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 我的一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衣带都松了 什么意思呢 说明我瘦了 这是中国人写这个 中国人写诗写词 都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般瘦了 不能直说自己瘦了 瘦了就说什么 衣服松了 衣服宽了 什么风吹了 我都快倒了 什么我得靠在哪里 都一般这么写 那么写镯子掉了 对吧 《西香记》里面 那个崔莺莺跟张生道别 崔莺莺说 张生回头 崔莺莺不是送他吗 张生在骑着 张生骑着马 崔莺莺在后面 在马车里看着他 张生骑一骑 回过头 走了 就说了个去也 听得道一声去也 走了 崔莺莺马上 就瘦了 因为知道你一走 我这每天吃不下饭 茶饭不思 我肯定就瘦了 对不对 瘦的手镯子 金镯子都掉了 直接因为瘦了好几圈 金镯子直接就掉地上了 去也 松了金穿 穿就是镯子 直接就瘦了好多圈 去也 然后后面还有瘦的呢 摇望见十里长亭 捡了玉姬 此恨谁知 摇望见十里长亭 送别的重点 肌肉全都瘦没了 刚刚脂肪没了 脂肪全燃烧掉了 现在连肌肉都没有了 快变骷髅了 又瘦一圈 他就不说 不直接说瘦了 此恨谁知 这西江记的长亭送别 特别经典 然后最后说 浮云避白日 由子不顾返 说浮云遮蔽了太阳 一天一天过去了 你还是不知道回来 其实这里还有别的巧妙用语 一般呢 就是用浮云来表示 第三者插足 就是我的丈夫外面又有人了 这一般就要说这一句 浮云避白日 不拉不拉不拉 就把浮云就给带出来 浮云是第三者的意思 浮云避白日 由子不顾返 你看 他已经在胡思乱想 猜测他丈夫 在那里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回来了 你看 明白这意思了吧 你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浮云了你啊 用猜测 丝君令人老 岁月忽一晚 想念你 让我已经变得非常衰老了 岁月一下子在我身上就失去了很多 最后一句 弃绢物负道 努力加餐饭 哎呀 不说了 算了吧 弃绢就算了吧 误附道 不要再说了 我不再说这些了 我再不再抱怨了 我还是努力加餐饭吧 我还是好好多吃点吧 吃 要不然等有天你回来 我已经瘦成骷髅了 把你又吓跑了 对不对 我还是努力吃一点 保持我的容颜 让你回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白白胖胖的 健康的我 这就是 星星重新星 对的 有色哦 你给你带到我 我需要你带到你